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韩文的口笔译者 然后也是长期在教韩文的韩文老师 我是小琴老师 或者你也可以叫我进 那我今天呢在这边就是要 教大家 跟韩文发音相关的 内容 相信很多朋友都对韩文很有兴趣 你只要跟着我这场课 一步一步的念下去的话 就可以把韩文的试试音学好哦 那么今天就要开始正式的学习 韩文的发音了 那进入韩文发音之前 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韩文你好的写法 以及文字的概念 那相信对韩文有兴趣的朋友们 应该都有听过韩文的你好吧 韩文的你好呢 是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他怎么写呢 就是在我左边荧幕上的这五个字 那我们可以听得到 안녕하세요 他有五个声音 呈现在荧幕上的话就是五个字 那这五个字我们先用 因为大家还不会讲韩文吧 那我们就先用英文的拼音来看一下 对他就是这样子 안녕하세요 五个字五个声音 那我们接下来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一下 嗯 第一个的话是哈 这个字念哈 那很清楚的看出来还是两个区块组成的 那么 有没有看到 它是一个喝 然后一个啊的声音 那究竟是 上面这个字念喝 还是下面这个字念喝 或者是上面这个字念啊 还是下面这个字念啊呢 大家先猜猜看 然后接下来跟你们说一下答案 好 结论的话呢 是上面的这个字 它是喝的声音 然后下面这个是 啊的声音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 第一个字安 安的话呢 还有三个区块 那是它只有 a跟n 就是啊跟n的两个声音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 究竟是哪一个区块是啊的声音 哪个区块是n的声音 还有最后一个为什么没有声音呢 刚刚我们在哈这个字里面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长得像普的这个字念啊的声音 也就是他 永远就是念啊的声音 那么再要想就是 圈圈跟l 哪一个是n 答案是l的这个字是n的声音 那么圈圈呢 它在韩文里面 它是一个不发音的子音 它是无声的 所以说呢 像这样子一个字 一个不发音的 圈圈加上啊的话 它会念什么 它就是念啊的声音 然后 再来的话 那我们刚刚讲的像l这个字是n的声音嘛 那它加上啊的话念什么呢 它会念na的声音 那像这个呢 刚刚上半部是念哈 然后下面是ln的声音 它会念什么呢 答案是 喝啊 哈加上n是 憨的声音 憨 好再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字 第四个字是say的声音 然后它也是两个区块 它是一个s的声音加上一个a的声音 那么我们的s加上a的话会念什么呢 是s啊 s啊 他念s啊的声音 好 那么l的ne加上a会念什么呢 答案是ne ne 他念ne的声音 ne这个字大家也许有听过 它就是韩文的是的 yes的意思 所以你会常常听到他们讲ne nene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字呢 它是he加上a 那么he 念什么呢 he的话会念he 他是he 的 好 再来是第五个字 第五个字它是念you you 但我们刚刚已经记得了 就是圈圈 它是不发音的 没有声音 也就是他的下半部的这个地方 他就是念you的声音 那再来的话 最后一个字 他是ne ne的话是三个区块合并起来的 分明是我们刚学过的ne的声音 还有左边的这个母音的话呢 他长得跟我们刚刚的you很像 他在这里是念you 最后一个圈圈在这边的声音不一样了 圈圈的话是on的声音 也就是 这个圈圈这个子音在韩文很特别 他在字首不发音 可是他在字尾是有声音的 他是念on的声音 那么 如果有一个字长得像这样子呢 上面是a 下面再加上一个圈圈 他会念什么 他会念 an 就是a加上圈圈 an的声音 好 那这个字呢 上半部带还记得吗 是안녕하세요 的最后一个you的字 you加上最后一个圈圈呢 他会念 you 他念yong 的这样子的声音 所以这就是 안녕하세요 这五个字基本的一个构造 跟他的基本的念法 那么以上就是 韩文的你好 안녕하세요 的一个基本概念了 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再讲 就是这文字 还有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分解